嗨 大家好 我是小星 那我現在呢是在攝影棚旁邊的星巴克 然後呢我現在是沒有化妝的狀態 那今天呢要帶大家到攝影棚來看看 通常一個這個名嘴或者是說正式人物 那要去露營的一天大概是什麼樣子的 所以通常呢我現在時間是 11點26分 那麼我今天應該要錄影的時間呢是11點半 然後要去梳化 然後呢錄影的時間呢是從12點一路錄到2點鐘 那今天是在50拍的年代新聞面對面 然後呢我大概因為今天比較早到這附近 所以大概10點多左右就坐在這邊工作 那現在已經是11點27分了 我們現在要前往攝影棚 Let's go 然後從星巴克走到那個年代的攝影棚 大概只要一兩分鐘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呢就在走過去的路上 好然後大家可以看就是穿過這個合作金庫營行之後呢 走走走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年代 然後我們平常的錄影的攝影棚就在這個地方 那以年代來講的話它其實旁邊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大的 大家可以看後面那一棟 咖啡色的那一棟也是年代的攝影棚 不過我們今天要錄的是這個小小的年代 然後我順便來給大家看一下有一個那個停車場啊 就是一個很神奇的停車場 然後通常名嘴或是政治人物都會把車子停在這一邊 然後那個停車場的斐斐他很厲害 就是一個小小的停車場 但他可以排進超多車子 就是如果你留鑰匙給他的話 他可以塞進超級多車子 那現在巧新呢就是準備要走到年代裡面去舒嬅 好走進去這邊就是攝影棚啦 很多時候錄完影大家會在裡面聊天 有些人會在這邊抽煉 這十年少許在場的地方 也讓你我們看得了 另一次拍照片 都請待一下 不妙得… 是 不妙得… 很美味的 所以你呢 今次拍照